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現在在台灣有一家還算蠻大家的貨運或者是說快遞服務業者叫做順豐 你知道這家公司嗎? 我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經濟部你知不知道有一家叫順豐 知道 你知道 順豐這家公司的背景你了解嗎? 市長 順豐這家的背景你了解嗎? 他是港資 他是港資 你掌握的背景是他是港資 是 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對於福茂的擔心 連你經濟部都不知道順豐這一家到底是港資還是入資 順豐早就改成是入資了 你知道嗎? 他這個公司是只有一個單一股東 那這個單一股東是香港人 那是由這個單一股東他自己投資的 我告訴你 你講的這個香港人叫做王衛 他在2010年他的國籍從香港居民轉變為深圳市民 他呢 在去年的8月19號 經過他的網站特別公告 他有兩個國營的中國國營的夥伴入股他的公司 一家叫做深郡招商局集團 一家叫做蘇州原和控股 一起入股順豐速運 他是道道地地的入資 他不是港資 連你們經濟部都無法掌握這樣的資訊 那這有沒有什麼國安疑慮 我為什麼會提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看國安局的報告裡面講說 這個我們的軍品的運輸 軍方如果任何的商品商運 不能有任何的入資來台灣 這個會有國安的疑慮 他必須要透過兩岸服貿協議的第三條規定 予以排除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連你們經濟部都搞不清楚這一家公司 到底是入資還是港資 報告委員 這家公司他確實在大陸有投資 但是他在台灣的投資是由他的太太 他太太是香港人 他太太是唯一的股東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標準 我們是認為他是港資 如果那你們這樣就更相願了 如果我提出這樣的一個資訊給你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國順豐集團 你還可以講台灣的股東是他的太太 這跟中國難道不能牽扯上關係嗎 這難道不就是道道弟弟的入資嗎 只是他掛了一個港資的身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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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